小伙伴们注意看 淡宰岛中的紫色传送门 它非常诡异在门上 方有一只眼睛 而在传送门内部 是白色魔法阵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淡宰岛中的传送门 只有紫色传送门 错 大错特错 其实在淡宰岛中 还隐藏着一个 非常恐怖的白色传送门 你们难道不好奇 白色传送门究竟在哪里 长什么样子吗 众所周知 淡宰岛中的紫色传送门 它的位置 就在淡宰岛的禁区 玻璃建筑物之内 如果你在淡宰岛中 也去过禁区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进入禁区的玻璃建筑物以后 就会看到紫色传送门 当淡宰进入紫色传送门 它就会把淡宰 带到一个密闭的小屋子中 但是版本的不同紫色 传送门带我们进入的 这个小屋子 它也是会变的 在上一个版本小屋子里面 全部都是满天星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淡宰大声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淡宰岛中 被隐藏的这个恐怖 白色传送门 它究竟在哪里 今天我和学姐 在淡宰岛喷泉前方的 蓝色建筑物里面 看到了这个白色传送门 当我和学姐 进入了蓝色建筑物后 我们发现了 这个被隐藏的白色传送门 小伙伴们仔细看它上方 也有一只诡异的眼睛 所以说 在淡宰岛中 其实并不是只有紫色传送门 还有一个被隐藏起来的 白色传送门 并且它们的门上 都有诡异的眼睛 而白色的传送门 被隐藏在了淡宰岛的 蓝色建筑物之内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了吗